因为演员的诞生大火了之后,很多人认识了周一维这位宝藏男演员,所以自此之后他的资源也一路开挂,不仅接连拍摄了多部影视作品,综艺节目也收入盲中,不过低调有内涵的周一维,对于综艺是有追求的,录制了一大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综艺上新了。 故宫,10月9日,在结束了节目录制之后,周一维也马不停蹄,地从北京赶往上海,参加自己所参演电视剧《创业时代》的开播发布会,而在机场,周一维也被网友和记者偶遇,并拍了一组机场照。 在这组机场照中周一维穿着拍摄节目时的衣服,黑裤子白球鞋,配上军绿色的上衣男游力十足,虽然周一维带着口罩和眼镜,将自己包裹得很严实,但依然阻挡不了自身带的气场和魅力。 不过周一维手里拿着的宝宝杯,老干部十足,让他有一种反差萌,周一维作为宝藏男孩,不仅拥有好看的皮囊,同时还有有趣的灵魂。 所以帅气是他,老干部做派是他,对着镜头甜甜的笑,还光巧毕业的也是他,说实话,这种实力派艺人卖起萌来,真的能让人瞬间沦陷。 除了面对镜头卖萌,在被人认出来并要求合影时,周一维也是爽快答应,并且摘下口罩配合粉丝合影,合影时的周一维魅力不可挡,还超级温柔,不过在被周一维圈粉的时候,既尴尬又让其他粉丝,羡慕的一幕也出现了。 这位粉丝竟然和周一维穿了同色系同款式的衣服,般如情侣装,评论区等其他粉丝,也是非常羡慕周一能跟暗斗穿成情侣装的小姐姐。 其实,在这次的机场照中,除了跟粉丝撞衫尬,周一维还闹了另外一个笑话,在曝光的照片中,周一维身后一直有一位跟他打扮差不多的女生,于是很多人认为是猪丹。 因为两人一直保持距离,所以导致很多人吐槽他们专过头了,明明是夫妻还要刻意保持距离,离那么远,丢妻时,仔细观察他身后的这位小姐姐刻意发现,他不是猪丹,猪丹已经生完孩子一年,因为复苏工作经常锻炼,身材已经恢复如初,没有这么健壮了。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猪丹头发没有这么长,这一点从他前几天晒的照片可以看出,猪丹和周一维这对夫妻,因为周一维过于低调不来公开秀恩爱,所以他们的婚宴也网受猜疑。 但感情的事本就是冷冷自知,幸福与否时间是最好的证明。 and 编辑小巴图片来源网络,猪丹本文永恶和巴树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。